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点26分 猎鹰9号火箭从加州范登堡军事基地发射升空 上面载有13枚先进新型军用通讯级导弹追踪卫星 这些卫星被送到了距离地球表面较低的轨道 将为美国提供全球军事通讯 本次发射原定8月31日进行 后来延到9月1日 但当天试射两次都失败 直到9月2日才成功 SpaceX表示 这次发射是今年SpaceX的第61次发射 追评了去年一整年的记录 SpaceX老板马斯克说 猎鹰火箭计划在今年年底前的每个月 进行10次发射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严峰荣誉综合报道